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欧歌新时代 并无偿捐赠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意 六月份的时候大概 立伯就跟我说 就是要收藏这幅画 那么那个时候大概还没 就画了大概20米不到一点 那么就想着能不能再加把镜 就把那个补成70米 我就觉得这个一定要认认真真地画 不能就是马马虎虎了 所以就是画的就是很精致 就是越来越精致 作为户上知名的女画家 张池曾在2009年便创作了水墨长卷 《海上男胜》 该作品长2010厘米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 引起了轰动效应 作品以鸟看视角自西向东 一览上海景色 2009年为了迎接 市部会的召开 那么市宣传部就想 叫大家画一个 土江两安金召回 那么就是那是当时的题目 因为是2010年召开的 所以就取了这个20米4公分 这个长度 那么到了13年的时候 长宁政府 他们那边中山公园里面 要造一个凝聚力工程博物馆 那么就跟我说 要画一个长宁的 然后就画了一个长宁蓝圣 画好了这两个长卷以后 我就用电脑把它组合在一起来 因为我原来是画山水的 对城市建筑从来没画过 那么所以第一个 市博长卷的时候 就是自然风光很多 就是景点很少 比如说像南京路啊 外滩园啊这些都没有画 就是感觉有点不平衡 但是因为画这个长卷很累很累嘛 所以也一直没想 那么就想着 是不是应该下决心再画一个长卷 就感觉 十年的变化太大了 当时的时候外滩园 那边马路都没修好嘛 车都在那个上面走的 现在就是外滩那一点 车都在路下走了嘛 所以很漂亮很漂亮的 就一直在想 怎么把它表现出来 上海是张池生于此 长于此的城市 面对2009年创作 2010厘米长的海上蓝盛 张池不敢停歇 他要将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都融进画中 2018年国庆期间 上海市文联将海上蓝盛 以动图形式发布于网络 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在大家的建议下 张池对画作进行了再创作和修正 去年长卷 就是动图发表了以后 大家朋友很多嘛 他们就跟我说 他说你怎么一大绘子没有画 那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在那边太平湖 整个环境我都走了一圈 走了一圈以后呢 就感觉到应该一大绘子 应该突出一大绘子 所以一大绘子的背景 房子我就虚掉了 就用一种光的感觉 有一种光芒的感觉 那么一大绘子呢 其实就是它那个房子是石窟门 很精致的 所以我反复的轩蓝 就是蓝了以后又重新勾 勾了以后再蓝 那么最后用颜色勾了以后 就感觉到很好看了 那么旁边还有就是石窟门的建筑 新天地 那么就作为一个虚景 来寸突一大绘子的感觉 一大绘子这个房子呢 其实是非常有特点的 它是黑的门 然后红的舱 颜色是比较鲜艳的 很亮丽的 然后呢还有国旗 那么我在那个前面呢 就是画了一组 大家去参观一大的时候 拿着档旗在那边 合影的那种感觉 那么这次山山会馆呢 是放在整个长卷里的 是长卷里的一部分 所以呢就采用了就是 鸟式的感觉 就是从上面看下来的 山山会馆呢 它是很有特点的 它特别的漂亮 它是红墙 然后上面有一条白的 就是白灰色的那种 就是有图案的那种 很好看的那种建筑 然后那个屋顶后面的 那个戏台啊 还有房子里的好几层 它是那个黑顶的 就是黑的屋顶 然后是红的墙 然后还有一条白的一条 上面看上去有一条白的边 所以红白黑 就是特别的亮丽的感觉 然后它是一个建筑呢 也非常有特点 还有许多雕塑就是在上面 就是因为很小很小嘛 所以就是尽量画得精致一点 还是费了很多时间的 在诸多好友的帮忙和支持下 张池在上海的各处地标性建筑下 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他用画笔去速写 用水墨去写声 用镜头去捕捉 用文献去印证 用高科技去完善 在他看来 每一幢老房子都承载着 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 人文的深度和历史的厚度 就是原来就是世博会的时候 人民广场这一段呢 已经都画过了 画过了以后呢 但是十年以后 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变化的 所以我又去了 就是利盛大酒店 四十五六去看了一下 确实他们全都装修过了 利博士装得非常的漂亮 那么还有大剧院啊 就是城市规划馆的屋顶 全都颜色就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变成绿的 很漂亮很漂亮的 那么又是迎国庆 那一条马路上都国旗都挂在两边吧 所以我就把这些细节呢 都加进去了 那么利博就是原来是美术馆 后来变成上海利氏博物馆以后呢 它全都装修过了 所以它非常的漂亮 颜色也好看 里面的细节呢又多了很多 老城乡是上海城市之根 儿时对老城乡的记忆 给了张弛灵感 拥挤的弄堂 斗窄的楼梯 充满了嘈杂而拥挤的市井气息 在访老城乡时 老城墙 大静阁 白云冠 陈香阁 早已物是人非 玉园中的亭台楼阁 蜿蜒曲折的长廊 依旧温婉精致 我呢其实原先呢 就是画的一圆 就是先从那个九曲桥那边画的 原来画的呢很小的 然后呢还把那个老城乡 一张什么全都放在一张画面上面 但是后面想想不太好看 就是有点杂的感觉 那么后来我又重新画了一张 重新画了一张呢 就是就是称皇庙和玉园就两个景点 两个景点放在一幅画面上面 其实预言很难画的 一个是找不到至高点 还有一个呢 你就是登高了以后呢 就是看不到里面的具体 因为树长得很多很多 它树就是把这个整个 就是房子都遮起来了 所以具体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很难表现 就是那么就是 预言是就是海派文化和那个江南文化的代表建筑了 非常有特色的 那么我就想着怎么把这种江南文化 海派文化这种很有特色的感觉把它表现出来 其实建筑方面我是重新组合了一下 就把房子呢就是突出了一下 那个绿化的树呢稍微缩小了一点 那么整个场景的安排呢 其实也不是完全那个 因为很难捕捉到就是完全真实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就想把那种 有点私情话意的感觉放进去 那么把这个建筑的感觉啊 就是有水啊 有洋流啊 有那个桃花啊 一片春意暗然的感觉 把它描绘出来 就是九曲桥那边呢 人又特别的多 它是一种很热闹的一种象征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把它画下来吧 所以画了很多很多的人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认真扎实 严谨坚定 勇于挑战的态度 让这位女画家做到了张弛有度 潇洒自如 也让她笔下的上海 展现出磅礴而又飘逸的气质 城市是在不断生长的 在张弛看来 高楼大厦在晨昏交替 昼夜更迭时段的推移中 它们变幻莫测 威额庄严 为了将建筑换变出山脉的气质 诗意的气聚在长卷中 张弛辗转于城市的街头巷尾 为新作进行了上百上千的速写准备 山水常见还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它可以随心所欲 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排 那么然后这个城市建筑的话 因为它有地理方位 有特定的地点的 画的时候当然不是像画地图一样 可以有一个取舍的 但是呢 总的主线它是还是应该有一个规律性的 所以在城市建筑这方面呢 我是比较显示的 就是每一个建筑都是真实的 这些建筑都要放在50公分这个宽度里面 那么怎么表现呢 那么只能就是采用 我们这是其实也是传统的画法 就是它是一种鸟式的感觉 就像小鸟在飞的时候 一遍飞一遍看到的 有时候可以走得很近 有时候可以走得很远 我是没有造这个原来的比例画的 因为造原来的比例画画出来 就不一样的感觉吧 但是是艺术嘛 它肯定要突出就是你想表现的东西 把它作为主角的时候 你就怎么把它刻画得精致一点 让它呈现得更美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是放大一点 静致一点 仔细地刻画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果画的速度 不如建筑的速度 因为像那个徐惠宾江那一块嘛 本来去看的时候 那个建筑都还没造好嘛 那么等我草稿都画好了 稿子也都画上去了以后 突然在电视里看到 那个就是油罐艺术馆已经造好了 也造好了以后 跟我看的都画的都不一样了 那就有点问题了嘛 所以我又到徐惠宾江又去了一次 然后就实地感受一下 然后重新又把它做了一点修改 这次的长卷呢 我采用的是生鲜 那么因为就是它高才50公分嘛 所以整个井的房子呢 其实是很小的 有的就只有名片那么大小 所以里面是很细的 有的就是用很细的线勾的 勾好了以后呢 其实呢就是勾的时候是很容易出错的 就是稍微思想不集中的话 它这个线就外掉了 就外掉了以后嘛 就有一点麻烦了 所以我就呢第一次勾线的时候呢 用稍微淡一点的线 把整个就是形状大概就勾下来 然后呢第二次呢就是把这个结构全都勾好了 就是其实线就大多就勾要勾两遍 就是然后颜色呢是一层一层的染的 因为这个生鲜它是需要把颜色全都吸进去 吸好了以后 它这个颜色才会亮出来 所以至少的话是七八遍 烟雾浩渺的浦江流水 绚丝璇璇的两岸风光 承载着上海的奋斗激情与中国梦 《海上蓝胜》七十长卷 结合上海地貌 政治 经济 文化 医药 教育 宗教等自然风景和人文建筑 从安吉浦江源头为起始 至阳山深水港为结尾 张驰的创作大起恢弘 细节之处琢磨于微末 令该长卷作品真正做到了可观 可品 可油 原来施博长卷的时候 自然风光开始 一直最后的结尾呢 也是自然风光 那么就是又是回归自然的一种感觉 但是今年这个长卷呢 我重新加了呢 是加了一个浦江之手 还有那个广复林 然后最后的结尾呢 是那个阳山深水港 因为阳山深水港 是我国最先进的 全智能的自动化码头嘛 港口 所以这里是通向世界 通向未来的一个象征 到阳山深水港呢 是春天的时候了 大概是三四月份吧 那次呢就是 因为其实是学生嘛 都催着我 要我带他们去写生 那么我自己呢 也想到那个地方 我也应该去看一下 所以呢就和学生们一起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呢 就是早晨我们是 从东海大桥这边过去的 东海大桥很壮观的 像一条龙一样的 然后过了东海大桥以后呢 就看到远远有山就出来了 就有一座山 还是蛮高的 那么山顶上呢 有一个亭子 因为我画这个长卷 其实一直在找比较高的 灯高远望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一看到亭子就很开心的嘛 然后就跟同学们说 就是我们就是目标就是 看着那个亭子上去了 那么上去了以后呢 其实那个山还是蛮高的 我们爬了一半的时候呢 就感觉大家都挺累的嘛 就开始画书写了 那么就等于是一步一步地画上去的 翻过一段呢 它是那个叫石楼井区 它这个石楼井区呢 说是就像一条龙一样的 一条石楼一样的 那个很漂亮的 那么如果你在那个山里面就感觉不到是一个小岛了 就像一个黄山一样的那种很壮观的感觉 那么翻过了这个石楼井区以后呢 另外又跑到另外一个亭子呢 那边看出来呢 刚好是就是 第四期的全自动画码头 那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全都是没有一个人的 但是也是我们远远望过去嘛 它是很整齐的 那么还有很多那个船啊 停在那边在撞货啊 还有刚好有一艘船开进去 所以整个非常的气势很壮观 认真扎实 严谨坚定 勇于挑战的态度 让这位女画家做到了张弛有度 潇洒自如 也让她笔下的上海 展现出磅礴而又飘逸的气质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期您将收看的是 就是三十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卢彦 时隔十一年再度现演《得灵与慈禧》 他将与我们分享 他六十年来的演绎之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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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